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局部肿胀的问题 那么开放手术因为在颈部会有一条斑痕 会有一个切口 这样子它会切断血液或者淋巴液的回流通路 所以在手术以后颈部会有比较明显的肿胀 而且这个肿胀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这种情况在枪劲甲药腺微创手术里面是不存在的 因为枪劲甲药腺手术没有破坏掉颈部的血液和淋巴液的回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